來你猜一下他的價格 三千 來啦你給我看看 一萬四千多 這也太狠嗎 猜過嗎 大概三萬 我靠我太狠了 三十幾萬 這要把我殺掉吧 那我們今天要請廖先生來幫我們看看 我們準備的這八款精品值多少錢 重點沒有懲罰了吧 呃這個不算懲罰啦 喔那還好還好還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先開MS精品 創意老婆們就開始 欸欸欸 這是什麼東西 藍白拖嘛 這個一看都是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這一雙多少 好久喔你老婆最愛喔 二十萬 二十萬 那你二十萬你會買他 我當然當然是不會啊 但是但是如果是心裡面最愛的人 對不對希望我們買 我們還是得買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價格 到底是不是像你家的二十萬呢 兩萬三喔 啊這樣類人要的會不會買 買啊 哈哈哈 第二個你想開什麼 巴黎世家 唉唷 喔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跟他太陷 哈哈哈哈 你覺得他像什麼 最最軟湯嗎 真的有這個設計喔 喔是喔 所以你們 不是我們隨便搞的 喔 所以今天你們就是 復刻他們的 的東西出來是不是 評估他價格 對 評估他價格 一萬五 有完差不多 欸唷差不多耶 有沒有 覆的蠻準 這個大概一萬九 我是什麼 名牌王子耶 這個這個潮牌的 我可能就比較 比較不行啦 看一下喔 特別的設計 這是什麼東西 夾子 這是花狗 這個是他的帽夾 五千塊 五千塊 不會超過五千啦 九百啦 今天最便宜的 九百 這是今天最便宜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BV 喔 戒指 同一個系列喔 你覺得那是什麼 收穫 這個是項鍊 一萬四千多 啊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剛剛想一萬五 你剛剛想一萬五 這個是他的 沒有 一萬五是那個戒指喔 猜一下那個項鍊多少錢 這個項鍊喔 一萬五戒指 這個項鍊差不多 兩萬塊內 六萬多喔 欸你會買嗎 會買嗎 會啊 來我們那個電話線 你給我打給他 沒有啊 如果是珍貴的 我會買啊 OK啊 這個你可以 我可以啊 所以你很喜歡他的設計 我喜歡啊 天啊 這是名牌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潮牌 日本潮牌 這這這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東東咧 你猜一下它是什麼 夾內 內褲子 夾 夾 它是耳環 耳環喔 來你猜一下它價格 你覺得是多少 三千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像你講的三千 好啦啦 你給我看看 一萬四千多 這會太瘦嗎 很多人買這個 啊 不好意思 我真的這個是老品牌的人 下一個下一個 我們要拍LV 這個 這個是萬年不敗 這也是我的最愛啊 你有沒有對他有點期待 說真的沒什麼期待 因為我 我真的有靠我 看完前面就覺得沒有什麼期待 LV是會比較正常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出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這是綁彈背心嗎 你有沒有覺得它長得很像什麼東西 背心嘛 夾克嘛 對這是背心 啊你覺得它怎麼像什麼 LV 沒有出鍋這種東西啊 有 真的嗎 這個還在喔 這個還在 你現在猜一下它價格多少 10萬塊內 10萬塊 差不多啦 哇11萬 啊我告訴你這個 常買你買到你也會變內行 外行人買久了你也會變內行 懂嗎 好看下一個 這個Burberry的部分 衣服喔 Burberry 對啊 近幾年Burberry衣服是出蠻多的 仔細看一下 你沒有覺得它不對嗎 對你沒有覺得它哪裡怪怪的 這是什麼 中間開兩個洞 這是 欸 沒錯 這是 這是 其實各位觀眾 真的 這個叫設計感 好不好 我們也會讓你試穿設計感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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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它多少錢 不會超過3萬 看一下 喔 你猜得很準耶 2萬1千9百 有沒有 我就跟你說了 這個網址欸 網址 好我們輸入一下 來看下一個 這個是壓軸啦 這個以前我買最多 為什麼你知道嗎 有幾個賣就買幾次啊 XXX 真的嗎 這個以前我買最多 這什麼東西啊 菜過不 你覺得它中用是什麼 我們吃飯有沒有 吃了比較久一點 旁邊有鍋巴有沒有 洗個掉 為什麼 它是手桌 喔 手桌 這是要對他簽啦 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啦 要燒爬的時候 來啊 原來這個有防身作用嗎 對啊防身防身防身 多少錢 大概3萬 好我們讓你看看它 它是今天最高價 你要不要改一下 今天的最高價喔 它是今天的最貴喔 表示它超過11萬 以我對品牌的認知啦 它絕對不可能 超過15萬 好OK 你覺得它大概15萬左右 來我們看一下 我靠 我太罵你了 三十幾萬 這要把我殺掉吧 這要把我殺了吧 三十幾萬 我要去賣 賣乾的賣剩的 賣鞋 好我們今天呢 就是開箱這8款 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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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